611国际儿童节的气氛还在持续高涨 近日国际青少年才艺大赛在洛杉矶举行了颁奖典礼 本次大赛是为了青少年提供相互学习相互展示的舞台 通过活动挖掘优秀青少年为其提供更高更广的国际性舞台 我们电视台媒体就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 给怀有各种各样才艺的小朋友 一个平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才艺 展现他们的智慧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能够选拔一批优秀的小朋友们 希望在将来他们在他们喜欢的方向有所建树 那么在这里我也祝贺这个比赛成功举办 本季大赛共分为模特 声乐 舞蹈 乐器 语言和其他共6大类 吸引了200多位当地选手参加 大赛的评委来自好莱坞的导演 制片人和演员等 比赛胜出的58个单项奖和3个全能奖 以及6个优秀团体奖 很期待这一次的这个青少年的比赛 因为透过这个比赛呢 让他们有一个发挥才艺的平台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比赛能够增进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孩子只喜欢在家里玩电脑 因为有这种活动呢 小孩子就会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所以很高兴能来参加 非常帮助年轻人 让他的才艺有地方可以去发挥 那这个客户辅导活动是非常重要 Dancing, performing,我们的都市West Carolina 目前也有这免费的才艺班 是希望让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机会 所以恭贺他们成功 尤其让这些青少年更好的环境也长大 当天的颁奖典礼上 大赛组委会收到来自美国国会议员 加州检察长 赫市政县政府官员 议长等到场祝贺 并表彰了小朋友所取得的成绩 今天示范 os Sixt 你 准备了